今天呢我给大家分享六个在跳完舞之后必须要做的拉伸放松动作 平时练完舞后腰酸背痛的朋友们一定要跟我学好了 首先呢是腰方肌 那也就是我们跳舞的时候最容易过度使用的这块肌肉 首先我们准备两个凳子 一个坐着一个踩脚 双脚并拢 膝盖往左边移 左手往右斜下方去 手抓凳脚把身体再往下拉 这样子呢 左边的腰方肌就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拉伸 在这个位置上停留三分钟左右 刷刷手机时间一下就过去了 所有下肢参与的舞蹈动作都对大腿肌肉力量要求极高 那放松它们也就至关重要 首先让我们来拉伸这些部位的肌肉 确保躺下的时候形成两个直脚 臀部抬起 左脚腕放在右膝盖上 再落下臀部 双手把左膝盖往前往远推 这时候你会发现自己的大腿后侧肌尤其的酸爽 在这个位置上保持三到五分钟 玩玩手机时间一下就过去了 你需要找一面墙来平衡自己 然后把一只脚抬起来 膝盖要朝正下方 平衡感好的朋友可以双手抓脚 保持一到两分钟 注意自己的体态 不要胎腰撅屁股 把核心往上提 胯骨放正 感受到了酸胀的肌肉 那就对了 小腿肌肉的放松 我们有两种方式 个人比较喜欢上面这种 拉伸时小腿会有酸胀感 那我建议大家在这些造型上 动态和静态相结合的拉伸 三分钟左右 如果你的腹肌接受了大量的训练 那这个动作一定不要忘了 拉伸时注意肩膀往下沉 脖子往天花板上延伸 腹部不要松懈往下塌 把小腹吸进来 让肚脐眼去找后背 此时你会感觉到 自己的肚皮被撑开的感觉 在这个姿势上保持一分钟左右 进阶的拉伸可以站起来 摆好弓部 屁股往前推 抬起左手往右后方向去延伸 此刻你上伸大部分的左侧肌肉 都得到了一个适当的拉伸 建议一分钟以内的动态拉伸 然后做反面 最后我们用我最爱的 后背肌群放松来结束 从头顶开始 一节一节的往下落 你的整个脊椎 从脖子到尾椎 每一条肌肉 都会通过这个动作 被撑开被拉长 到了这个近乎90度的位置的时候 我们可以上下的颤一颤 让自己的关节再放松一些 然后让上伸再继续往下落 整个人都贴到地上去 让后背形成一个圆弧线 头顶去找尾椎 然后肩膀往下撑 在这个位置上 待一分钟左右 起来时圆路返回 先伸膝盖 然后从肚脐眼开始 一节一节的往上转 完成一个动作的来回 建议这组动作 可以重复的来五到六遍 你们都学会了吗 十遍舞 学跳舞 跟我一起 从不一样的角度来探索吧 在一节目的 这一节目的 也在我 下一个 集中 一节目的